大家好 今天是2022年的8月20号 是任盈年7月23日 我们今天讲通论的第11讲 货币的数量变动 与利率的变动 或者是货币的数量变动 与货币的价格的变动 它对应的是通论的第23章 通论的最后一篇 第6篇 是通论引起的几篇短论 其中第23章是略论 重商主义 禁止高利贷法 加印货币 以及消费不足说 其实凯恩斯这个人很有意思 涉及到一个极为严重的问题 它竟然放在了第6篇的倒数的 一共24章 它放在第23章 我们还是老规矩 我们挑要点来进行 正好这一章跟当下的形势 有某种联系 然后留点时间 讲一下罗路战争 原来是不想讨论这个俄乌战争的 结果还是北京的朋友 北京的朋友说 有些看不懂 可能也有信息上的不对称 就是在内地的朋友 可能有些事情 有些消息可能看不到 另外呢 很重要的一条 就是国内的媒体 我其实也看不懂 就是国内的媒体好像 更倾向于 这个 西方媒体的表述 或者是站在乌克兰一方的表述 对整体的俄乌战争的 表述 非常糟糕 不到位 还是说两句吧 满足一下朋友 好 我们今天讲这个通论的第11讲 一个是货币的数量 一个是货币的价格 我们的第一部分是讲货币数量的定量逻辑 不管这个钱是金属货币 还是这个钱是纸钞 是法币 那么它应该有一个总体的定量逻辑 作为后发展的国家 特别是类似于中国这样的国家 在二次大战之后 我们的定量逻辑 很多时候是缺乏主体性的 约列在1955年之后 我们的定量逻辑是跟卢布有某种联系的 1995年 我们正式以美元挂钩联系汇率 然后我们在2015年理论上写出了联系汇率 但实际上是没有解除 实际上是没有解除联系汇率 我们实际上执行的是一种变形的联系汇率 什么叫变形呢 就是以前我们联系汇率的时候 由央行的外管局换汇 你不管是贸易向下的 还资料向下的盈余 都拿到外管局 外管局给你人币 然后外管局根据外汇储备来发行人币 它是跟外汇挂钩的 2015年之后 理论上人民币发行不再跟外汇联系 然而我们不是大规模结汇 而将结汇权下放了 所以出现了外汇外挂 就是一些金融机构 手上存有大量的外汇 高峰期可能是2万亿到3万亿美元的水平 如果说外挂的部分 外挂的部分就出现了非常严重的问题 什么意思呢 一会儿呢 我们今天就要讲货币的定量逻辑 就是这个货币发行这个量是什么 如果你不是联系汇率 那么你的发行依据是什么 如果你不管不进行外汇管制 可能出现的后果又是什么 今天我必须说 在研究货币这个问题上 马克思和凯恩斯的水准极高 极高 他们能看到问题的本质 我们在讲资本论的第二卷和第三卷时候 讲了资本流转 其中涉及到货币定量问题 因为你讲资本流转 那么就是一个货币的总量 在区域间 在产业间的流转和变动 另外呢 货币的总量 由于货币的价格 有着某种互动关系 货币的总量不够的时候 那就会高利贷 今天这个谁 凯恩斯在23章里讲的 那利息就会上去 反之 反之 这个情况也很严重 什么意思呢 不是完整意义上的数量节锁价格 这个在金属货币的时代是如此的 就是金银做货币的时候 是如此的 在纸币时代 这个量和价的关系出现了扭曲 出现扭曲之后 它有一个反向制约的关系 就是我加息了 那么就是我的价格上去了 我总量还是很大 但也会出现一种资本流转的特殊现象 就像美元转强 全球美元或者是全球资本回流美国这种现象 这件事情呢 真的了不起 凯恩斯 凯恩斯这本书是 凯恩斯这本书是1936年写的 他已经把这个事情想明白了 而且他今天他这个二三章里面有空去看 他引用了若干人等的语言 充满了矛盾的语言 然后他自己里面做了简短的梳理 我知道这一章是最难读的 大家听完我的课以后 反复去印证去读 这一章读懂了 通论里边的可能最大的问题也就通 要不怎么叫通论呢 就通不了 你就没法通论 好 我们先讲这个货币的数量的定量逻辑 就是你印钞 你有一个数量的编辑吗 有个印钞的逻辑 那这个逻辑到底是个什么样的逻辑 好不好 在这里呢 我想说先说一下这大英帝国的 就是在1945年之前 大英帝国的金属货币逻辑 我记得我讲过一段部分的企鹅欧洲史 大家如果买到企鹅欧洲史以后呢 可能大英帝国经济的部分呢 可以仔细阅读 因为回到这个历史之中呢 有时候你对经济学的观点容易理解 大英帝国 大英帝国为什么要用炮剑进行强制性贸易 炮剑进行强制性贸易 贸易什么 因为强制性贸易才会有贸易顺差 今天的人很难理解什么叫顺差 你要跟中国的经济学家讨论顺差 他会认为就是我国统计局公布的那个贸易顺差 是一堆以美元或人民币计价的贸易盈仪 是这样吗 顺差在贵金属货币的时代 它意味着就是金属 贵金属 它就是金属 就是金和银 顺差就是运回本土的金银 这就是顺差 顺差就是金银 顺差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发超权 顺差在大英帝国时代意味着发超权 现在大家理解东印度公司 为什么具有国印公司的性质 为什么女王或者是大英帝国 基本上和东印度公司无二无别 因为东印度公司的操作意味着英镑的发超权 这是第一个含义 顺差就是发超权 因为它就是金属货币 本身就是 这里边我就想说历史的遗憾 因为大英帝国与大清帝国的贸易 一向是大清帝国顺差 就是我们一直在获得白银 我们获得白银之后 由于大清帝国 由于大清帝国的治理者不懂顺差 是发超权 更不懂这个超应该怎样进行资本流转 我们回到今天大英帝国的总结第二句话 顺差意味着资本积累 英国能扬吃云 扬吃人的运动是它的工业化进程 工业化的进程就是资本积累的进程 也就是说用炮箭进行贸易 获得的顺差变成发超权 发超权形成社会资本之后 资本进行资本积累 在这个时候政治上有一个很有意思的表达 就是贵族在整个这个过程中参与了全部的过程 不要认为东印度公司是海盗 贵族逐渐在整个过程中转型为资本家 我大约在五年前 我调阅了所有英国贵族的档案 一直调到五年前 至今贵族仍然掌控着大英帝国的资本的主体 你没听错 贵族仍然控制着大英帝国 现在重要的资产 资本 银行 经营机构都在他们手上 你没有听错 你没有听错 以后我讲美国的时候 他有一个反向的真相 很有意思 大清帝国没有将金银转化成银票 这个在第二三章里面反复在强调 金银货币 就是顺差形成的金银货币 为什么会成为一些国家的负累 其实说的就是大清 不能转化成可流转的票据 既不是补权 也不是债权 也不是什么都不是 然后不能形成有效的资本积累 迅速的实现工业化 大清帝国在财政和金融方面 出现了严重的问题 而大清帝国又积累了巨量巨额的 天量的贵金数 这个时候英国为了解决严重的通缩问题 采取了炮件政策 炮件政策还是强制贸易 还是用英国人织的布和泥子 衣服来换中国的丝绸茶叶和瓷器 那么还是大英帝国逆差 怎么办 所以英国人做了几件事 第一件事 这回送来的不仅仅是这个物品了 是鸦片 很快美国人就学会了送鸦片 因为美国人种鸦片 种的远比印度人种的好 种的多 美国的原始积累 也是从用鸦片换大清帝国的白银 美国的工业化离开大清的白银 绝无可能完成工业化 请记住 美国人也是通过鸦片贸易形成 美国也是通过大规模的对大清的鸦片贸易 这个鸦片贸易美国对华的鸦片贸易一直持续到1949年 他们形成对清乃至于对民国的巨额的顺差 这个顺差转换成美元转换成美国的资本积累 同样占据这个便宜的还有一个日本人 马关条约的这个赔偿的两万两酷银 最后也变成了 如果我们将大英帝国的货币的数量 货币数量的增加 其实作为帝国的货币数量的增加 实际上是因为源于顺差 它的总体的量与它的贸易的顺差 有着必然的联系 整个的旧殖民主义是围绕着贸易顺差 资本积累 工业发展这样一条路径来走的 如果抛开道德上的谴责的话 从经济学的角度看 二三章说的就是这件事 说的也挺清楚的 那么还得说美国 一说美国又没信号 还得说美元 到了1945年之后 美国人不再使用金属货币逻辑 特别是 特别是到了197年之后 美元使用的是兑换卷逻辑 这就是马歇尔计划的特征 他用的是什么 不再是顺差 而是逆差 逆差变成了美国人的发超权 逆差意味着美国的资本积累 关于这个部分 凯因斯有预见 但没写那么详细 因为他没有见到这个现象的发生 这是新殖民主义的特征 所谓的美元霸权 也是我们今天要看的 要研究的问题 这里边还有一个反向的有趣 我们注意到美国的资本家 美国的资本家和英国不一样 他是贵族转化 美国的资本家 像高盛以前好像是做棉花生意的 像摩根家族以前是做 纺织生意还是布皮生意 还是挖矿 反正总之 他们其实是普通的犹太人 或者是低等的犹太人 或者是农民他们后来成为资本家 然后成为资本家之后 他们慢慢的转化成今日之美国的贵族 如果你问我为什么逆差是发超权 逆差意味着资本积累 我想说的是这个贸易 逆差下的贸易 逆差下的贸易 意味着一国之需求 极为庞大 以至于此国的需求 构成了全球统一市场的主体 我的每句话都希望大家记下来 这个主体加上整个贸易使用的美元 就形成了一切的定价权 一切 不仅仅是商品 不仅仅是资产 还包括人 人的定价权 美国人在中国表达人的定价权是表达的最好的 不要认为今天我们的定价是我们来定的 不要不要是他们定的 一切的定价权 结论 一切的定价权 在新殖民主义环境下一切的定价权等于发炒权 好多朋友说人民币国际化 我们今天把人民币国际化的逻辑梳理一下 什么叫金属货币时代 货币数量的定量逻辑 什么叫美元时代 货币数量的定量逻辑 这个如果你没搞懂 就不要讨论 不要讨论人民币国际化的问题 也不要讨论财政策略或者金融策略 23章所定义的东西才是 好多朋友说 那么人民币的数量逻辑或者人民币的发超权是怎样的呢 人民币的发超权在红军时期 红军时期我们就开始发超了 到了根据地时期 我们红军时期的发超处理的不好 其实红军时期的发超权还是以民元为主 边区的票不稳定 在那么小的一个根据地 像瑞军这样根据地 就是因为财政金融没有做好 导致了红军的惨败 当然有亡民机会主义 但经济上的问题可能是主因 其他的是苦因 到了八路军的时代 新路军的时代 我们懂了 所以我们以GDP为发行普通 所以边币相对而言是稳定的 相对而言是稳定的 那个时候边币不再是金属货币为底子 红军时期还是很重视金属货币的 当时把教堂里边银的蜡烛台都拿去 红军都把它做成大洋 流通 边区有自己边区的这种泥源 这个流通 后来我们开始以他国货币为背对支付来发行我们的货币 我讲了我们经历过卢布时代 后来1995年到现在我们经历美元兑换券的时代 在美元兑换券的时代里边 我们经历过一段特殊的时期 这个时期约略从2012年开始到现在 10年时间 我们管这10年的人民币 除了它是美元兑换券 它还有地租人民币的特征 它是跟地租联系起来的 一会我们讲地租人民币的问题在哪里 我们希望2022年年底开完大会之后 我们用5年到10年时间将地租人民币换成高能人民币 当然我们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工作 也就是在2002年底之前 我们要结束人民币美元兑换券的这样一个悲催的历史过程 我们一定要建立具有主体性的人民币 建立真正的那个以人民命名的货币 完成去值的使命 不懂金融 不懂货币 能做好投资吗 当然不行 李嘉诚什么时候开始从大陆撤退 2015年 为什么从大陆撤退 因为货币问题 为什么他发现了货币问题 因为我们约略 从12年开始 我们就开始出现了走资的问题了 到了2015年 我们宣布了结束连续汇率 一揽子货币 那个时候李先生很清楚 什么叫外汇外挂 我就不想讲某金融机构给设计的这个东西 我也不想讲 这个外汇外挂和离岸交易中心的事情 因为好多朋友说你不能再说了 至于他违宪违法这些事情 你都不能再说 因为再说会急的 好 我都不说了 我希望听课的朋友里面有顶级高手 希望你们在合适的时候 能用文章 不要不要书吧 能以文章的形式 一部分一部分的呈现 我们对经济学 金融学 经济思想史 金融史 特别是当代史的重大历史事件的一些分析 然后给我国的孩子们 老百姓提供一个真切的视角 能看到事物本质的视角 也给我们的领导同志提供系统性的策论 因为他们真的是不懂 不是坏 是真的不懂 是一次次被人拉到沟里去 好吧 李嘉诚15年当中国取消联会 离岸交易中心 外汇外挂之后 他已经知道人民币要出事了 而且他知道 这个帝族人民币 在走向末路 要走向一个悲催的命运 他们这种人是比较聪明的 他就比较早的离开 并且因为李先生的钱 李先生的钱是香港的 香港的发钞权形成的财富 香港的发钞权 超级帝族形成的财富 所以他自然而然的将他的钱 转往两个方向 一个是英国 一个是加拿大 我国的人民币 我以前说过 后来被我在凤凰上做电视节目 我被专业人士嘲讽 然后又被电视的主持人嘲讽 因为我说人民币是创造价值的货币 它的价值载量是非常高的 就是人民币 早晚有一天和美元的对价关系 回到1比5 回到1比3 后来 我说完这个话以后 被当成了小丑 很多年 很多年 我说这个话的时间点是2008年 后来我就一直 因为在我所见过的 所谓的机构的经济学家 专业的 全部是留美的 全部是从美国回来的 第一 他们全部是从美国回来的 第二是没有一个人懂财政学 后来我也发现他们完全不懂金融 或者是货币 但他们对美元有着深切的信仰 Trust 上帝 就不要说主持人 特别是女主持人 那简直是你要说人民币可以变成主权货币 变成有主体性货币 并且会强 他们觉得你疯了 你疯了 人民币就应该变成垃圾的 这是大家的一个共同 你知道了 英镑 就是金属货币的发钞逻辑 总量的定量 你知道了美元的发钞逻辑 总量的定量 那么人民币应该如何完成人民币的 总量的定量呢 如何确保人民币在总量定量合理的情况下 定价逻辑不错呢 所以你就知道我为什么天天在那说不允许 我天天在那说不允许外汇外挂 结束所有的 离岸人民币交易中心 我一直在说同一件事 因为只要你有了离岸交易中心 你就必须对海外人民币的价格进行价格补贴 对吧 你要离岸中心交易那个价格 它是跟在岸有某种关系的 你必须得补贴 你必须收回来 那么它又变成兑换券 就变成兑换券 它就没有主体性 它就没有市场规定的价格 它就是一个兑换券 只不过是以前这个兑换是由外管理兑换 现在是由其他人兑换 可能是也是我方安排的兑换 但但严重的问题在于我们的顺差 这个时候顺差在金属货币的时代 顺差就是发钞权 顺差如是美元债券 我们依照美元债券的逻辑发钞 还有逻辑在啊 如果我们的顺差外汇外挂被走资 我们丧失了发钞权 这就是李嘉诚为什么走的原因 不是我在这说啊 这个事情很多很多懂货币的人都在议论这件事情 不是今天呢 我们讨论这件事情已经N年了 如果顺差被走了资被变成垃圾债券 人民币的数量逻辑没有了 没了没了数量逻辑 你还要印那么多的话 就是贬值通货膨胀 现在大家明白了 为什么发展中国家一定会出现问题 这个问题在哪里 正确的做法非常简单 必须资本管制啊 你还没有大到可以获得市场定价权的时候 我刚才说的定价权才是发烧权 没有获得定价权的时候 你在别人的定价权里面的生存的唯一方法就是外汇管制 只不过是换回来的外汇要立刻马上一分都不能少 换成贵金属或战略性资源 并以此为基础发行对等数量的人民币 就这么点简单的人民币的定量逻辑 怎么就说不通呢 跟爷爷说奶奶说叔叔说婶婶说 总之就说不通 因为每一个都是经济学家 还是很牛的经济学家 还是留学回来的经济学家 他们都不说这件事 不要给你讲定量逻辑 也没有人民币发行立法的问题 怎么定量就不告诉你 儿歌里面就不告诉你 这个问题的严重程度 确实是足以让一个国家的信用崩溃 好在 好在 不是还有我们在吗 我们把这事说清楚 我其实非常感谢大家 我这通论不知道读了多少遍 翻了多少次了 但就是因为给你们抢课 逼的我没办法 因为这里边除了凯因斯之外 凯因斯引用了像海克学尔 霍布森等一大堆人的著作 逼的我没办法半夜三更我又去找这些人的书 找他们的著作 然后重新研究凯因斯的这个逻辑过程 逼的我没办法又回大英帝国和美国的经济思想史 我用尽可能短暂和经验的语言把这里边的逻辑关系说清楚 我也希望你们用你们的语言方式表达 因为这种事情逻辑大家都搞清楚了 老百姓也知道 领导也知道 那些专程派回来的 我不说他们的名字 一说名字可能又不行 专程派回来的 搞什么修科疗法 搞什么现代时髦的理论的那些人 他再蒙我们 再搞离岸 再搞外挂 我们不同意 你再走资 再把它兑换成垃圾代券 我们的发钞 基础被破坏了 我们的定量逻辑没了 我们再这样折腾下去 后果多么的严重啊 说到这儿 我得花几分钟 解释一个重要的概念 这个概念呢 我不方便写成一篇文章 我希望平台上的牛人们 哥哥姐姐 弟弟妹妹们 你们经济学基础好的话 把它变成一个文章 要写的好一点 小说都行啊 我想这儿还说几句 供给侧 结构性改革 我想说一下的 士航 佐利克他们 那个时间节点 让我们进行供给侧 结构性改革 是个怎么回事 是个什么意思 其实整个同论里面 讨论的核心焦点 我一上一开课就说了 是说的是有效需求 那么我们 为什么一直以来认为 中国的供给过剩呢 我们为什么要进行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呢 就是我们供给过剩 当然了 供给侧过剩 哲学的看 辩证的看 就是有效需求不足 简单说是这样的 那么比如说钢铁 比如说这些东西 是不是可以无限供给 当然不是 佐利克 央士航给中国的供给侧 结构性改革的方案 他要的是什么 翻译成白话文 说一下 他们要的是 你不能再继续进行资本积累了 你只要供给侧 结构性改革 你就停止资本积累 中国的经济学家 很有意思的 他们会将供给侧和资本积累 划上等号 所以低端 中低端产能放出去 那我们都不投资了 要资本做什么呢 所以走资 所以大规模走资 初步估计不低于三万亿美元 三万亿美元到五万亿美元之间 走这么多钱 走到什么程度呢 走到美国的房价涨了 加拿大的房价涨了 英国的房价涨了 澳大利亚房价涨了 新西兰的房价涨了 大规模走资 人也走了 高净值的人走了 能干的科学家走了 高净值走了 人走了 钱走了 货走了 资源走了 人财物滚滚的走掉 这个就是施航的方案 我们把它写进报告 供给测结构性改革 还不太好说 为什么呢 貌似我们是供给测过剩 那么供给测过剩 就不能进行资本积累了吗 凯因斯说的非常好 有效需求和供给测 是一回事啊 凯因斯最后在23章里面的结论 还是哲学和数学水平足够的高 跟马克思看法是一致的 什么意思呢 请记住我以下的话 你们写文章的时候 教育科研基础设施的投入 再供给测 但他们都是这个社会的最有效需求 用结论来说 这才是最有价值的资本积累 我们凭什么不积累 我们这个供给测为什么不投 为什么非要走资呢 非要买垃圾债券呢 我们为什么非要请那么多 那么多留学回来的垃圾管理我们的金融呢 结论 供给测 结构性改革 不是压缩供给的总量 而是调整供给的结构 如果三万亿美元全部用于不投资 全部用于科研 那么中国可以容纳多少科学家和技术人员和产业工人呢 大概是三千万人的新的就业 我们的大学生问题都解决了 没有问题 我们2.9亿农民工可以顺利解决 没有问题 2.9亿农民工成为中产阶级 是没有问题的 但佐利克来了 给了个方案 佐利克来了 给了个方案 方案被人搞进报告 报告里边最后就变成 结论是变成走私 走私和垃圾债卷 我都说过了 讲课就是讲课 不许激动 但理论一联系实际的时候 人有时候难以克制 今天这堂课非常的重 我也觉得沉重 不是一般的重视 感觉到沉 其实我读书读史 面对现实的时候 我还是不能超然的 作为一个像老祖那样的人 如隐清风 如隐山泉 高高兴兴的 我还是会有一些情绪的 但你们不要受我的影响 说到供给侧 我就想再说一下 这去杠杆的问题 杠杆这个东西好不好 杠杆用于生产的杠杆是好的 但是凯因斯教我们的是什么呢 边际地检 就是你用在生产领域的时候 投入的越多 那个利润可能会越来越少 就是生产边际地检 所以呢 生产里面的杠杆就用不了那么多 无穷大 那么什么地方会用杠杆呢 杠杆往往用在资产里面 那么就是 买楼啊 搞楼的人 反正跟地租有关的人都会 使用杠杆 不然他去哪搞两万亿啊 一个 一个书都没读好 人品又不好 这个处理关系的能力也很一般 我没有地域骑士 我没有地域骑士 只不过是一个特定的地方的人会比较活啊 因为一到冬季的话 有很多地方的人 他会出去要饭 他就会 练就他的这种观察和语言和足够的容忍羞辱的能力 所以他就会 会使用杠杆 但他使用的杠杆不是不是在生产领域 而是在资产 资产的领域 什么意思呢 我说了杠杆 就是时间 是资产溢价的时间 被压缩了 什么叫富豪啊 是千万人的时间压缩之后 本来应该分30年溢价的 结果一天就完了 任何时间加上几何级的这种膨胀 这个杠杆 就变成资本利得的倍增器啊 资本利得倍增才会产生那么多的富豪 当然除了地租以外 数计租啊 类似于阿里腾讯弟弟 同样的道理 都是压缩时间 那么杠杆的含义是什么呢 杠杆如果压缩的是产出 而不是利得 是好的 那么如果他进入利得怎么办 我举一个现实的例子 司马先生 2010年在美国买了一套25万的房子 现在这房子涨到50多万 意思是司马先生的房子赚了200万 赚了原价是175万 赚了200万 如果他卖掉这个房子 美国政府会向他征收一笔资本利得税或者叫资本增值税 那个税 司马的这个水平要交10% 也就是说他只交20万 给美国政府 所有的西方国家都有资本税 资本利得税或者叫资本增值税 很多国家是累进的 你挣的越多越收你多 但我们国家到今天那么多人攻击我反对我 就是因为我替直接税 其中直接税里边都是针对资产的 资产就有资本利得了 资本利得的问题 除了资产持有还有资本利得 持有应该交税 利得更应该交税 那么就是所以我就变成了高级黑变成了港独大家拦着的是什么 就是这个地方 为什么要拦着这个地方 因为杠杆才能创造超级的财富 超级的资本才能让高净值获取财富 并顺利走资实现佐利克世界银行的涉及路线 好吧 好吧 我这个关于供给策和政策上的一些小小的讨论就放这么多 没时间我也不想再说下去 因为我今天有点情绪 可能涉及到我这么多年来的一些 我其实写了很多的文章 你们大部分都可能读过 好多朋友可能收集了我一些文章变成六卷本 里边有很多是这个方面的内容 今天想起了这二十几年的生涯 其实内心还是很感慨的 我并不感慨我个人的命运 我是为国家感到担忧 感慨我们这个民族十四亿人的命运 我希望我们所有的学问 我们所做的努力能使这个国家不走弯路 我今天在背课的时候反反复复在想 而且我一遍遍把它写下来 就是我今天这堂课对国家的意义 对国民的意义到底是什么 我希望它能够有用 有用 没有用 我在这折腾什么呢 好吧 我念到几句关于人民币的建议 念到几句 我们对人民币的管理呢 希望一定要维持人民币的利率稳定 说一句 我是反对刻意减息的 因为刻意特别是选在特定试验减息 你不在香港 你很难理解 这个减息导致人民币在特定试点狂点 香港很多人在这还做空呢 因为外汇外挂 离岸交易 没有意思啊 没有意思啊 它解决不了公楼的成本问题 但它确实在美国人最需要人民币 贬值以示敬意的时候 做这个事干什么呀 没有意思 第二 一定要确保本币再按购买力的水平 你减息货币扁 8块钱一碗贵金米粉 涨到10块钱 12块钱 16块钱 没有意思 不要动这个心思 一定要确保本币再按购买力水平 绝不能轻易动息口 更不能发钱啊 其实不到最困难的时候连购物券都不能发 更不能某教授说的 按人头发钱 前两天好些人还说不应该批评别人 发钱呢 一定要确保本币再按购买力水平 因为如果你保证了本币再按购买力水平 保证了就业就不需要加工资 只要你不加工资 中国产品在国际上的购买力就没有问题 第三个 严格进行最严厉的资本管制 外汇不许外挂 离岸交易中心尽可能的放宽离岸和在岸的差价 一定要严打严惩走势 特别是高定值的个人的走势 一定要严惩 管不住是不对的 我乐见香港 陈志玛尼的店 同安的表行 我乐见这些丑陋的东西消失 不想再这样的 不好吗 对国家对老百姓都不好 包括澳门 没有意思 干什么呢 好好的做点工具测 教育科学 基础设施的建设 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 让国家强大 繁荣 这才对吗 第四个 允许在岸于离岸的巨额会差 什么意思呢 离岸人民币 有人如果进行炒作出现了短期的剧烈波动 这是可以接受的 不要耗费巨资去维持一个 离岸和在岸的价格平衡 没有这个必要 为什么要去抵贴炒家呢 第五 维持在岸汇率稳定 只要在岸的汇率是稳定的 我们的外汇储备足以维护 在岸的汇率稳定 就OK了 没有问题啊 我们买油买晶片的钱 有就行了 离岸 六 国有金融机构 十度在在离岸交易中进行均书评准 均书评准是十度作为一个长期的安排 短期的波动是允许的长期相对平稳 我们自己心中有数就可以了 第七 一定要守住死守在美元加息缩表周期的人民币汇率稳定 这个时候你不需要升值 你也不需要升值 你只要跟住他就行了 一定要守住 因为这个加息缩表周期不会很长 很快就结束了 折腾完了 只要不按佐利克的方案做 人民币一点危险都没有 都求求你们了 就是一定要 一定要终止佐利克试行方案在我国的运行 好 最后一个 第八 要做好明年开始的人民币的大幅度升值的准备 人币的价值载量 美国完全无法比拟 如果我们善于管理顺差 我们善于管理 我们善于人民币总量的定量 人民币价格的定价 那么人民币的升值 我2008年已经说过了 它就是三十五十代三十代会慢慢前行 我们只要控制好内部的工资的购买力水平不变 就没问题了 好吧 今天就讲这么多 我也累了 我聊几句俄乌战争 聊几句俄乌战争就结束今天的课 整理资料的朋友帮我把把关 我怕我今天没有说人民 可能激动的时候说到一些事 有些事 可能如果不方便的话 用汉语评 或者用英语字母来代替也行 因为重大问题 好多人盯着我 他们非常敏感 因为其实能讲这个事情的人 在中国一双手可以数完 可以数完 所以一直在盯着 因为都明白了 这事就没意思了 我是说 佐利克们就觉得完了 美元完了 所以希望大家把这个事情你们去整理出来 好 说几句俄乌战争 俄乌战争 普京真的是可以讲是老谋深算 或者是老天巨华 他打的这个蘑菇仗 打的我个人看的就觉得非常好 他在耗 他在耗 我先来算经济账 乌克兰四千万人口 一千万难民 七百万在西方 三百万在俄罗斯 其中去西方的七百万难民老弱妇孺 去俄罗斯的三百万 有一半是精壮男人 这很有意思 总之一千万人走了 去俄罗斯这三百万可能很快会重返解放区 他们会重新获得土地 然后开始参与重建 而去西方的这七百万可能构成 特别是构成欧盟沉重的财政支出 增加多少呢 香港这边的我看计算的估计是百分之五 如果极限值可能还要高 现在大概是在百分之五 占欧盟财政支出的百分之五 这可不是个小数字 另外 除了这一笔钱之外 这不光是养难民 还有欧盟要给乌克兰的经济支持和军火支持 全部加起来占欧盟财政支出的百分之五 在美国的比例很低 因为美国不接受难民 给的军火 给的这些东西 实际的价值 在美国八千亿美元的军费里边 在美国的总的经费的盘子里边是很低的 俄国由于资源的价格的上涨 所以导致它的财政年度内的平衡 没有任何问题 今年的财政除了平衡战争以外 还有结语 经济账的结论是什么呢 就是俄国人愿意耗 愿意打 愿意长期化 乌克兰四千万人 有一千万人走了 剩下的三千万人 无法进行正常的生产生活 也就是说没有正常的营收 也就是说没有外边的拦住 他不但不能承受高烈族战争 甚至无法进行正常生活 结论是 俄国人并不想太快结束战争 这个托法 乌克兰肯定会被托死 欧盟会被托残 所以我个人认为欧洲经济到冬天就开始出现严重问题 十月份以后就是第四季 明年欧洲一定会陷入经济大萧条 意大利这些国家 南欧国家的债务危机一定会爆 是否会导致欧元解体 今天不能提前预见 欧洲爆发严重的经济危机之后 美国难以独善其身 可能会引爆全球的经济危机 这是一个基本的经济账 换了 你是普京 可能也是这个 算一下政治账 在解放区 已经开始了土改 因为原来的土地是 乌克兰土地 被一些寡头占有 寡头将这些土地卖给了 美国的四大粮商 现在倒好 这直接拿回来 重新土改 逃到俄罗斯的那部分人 和在土地上没有走的人 可能将获得他们的土地 这个土改现在正在进行 效果可能跟我们解放战争的土改 有一比 重建也在积极的进行 而且如果重建速度快的话 有大国参与的话 可能会极好 极好 毕竟除了土改农业以外 重建的部分 相当于俄罗斯重建一个 现代化的工业的生产体系 来补足目前俄罗斯工业方面的 补足 整个的重建规划可能也出来了 而且几乎没有意外 大国会参加进去 政治账的第三个 就是战略纵深 把战略纵深打出来了 这回真正的威胁越来越贴近 西欧而不是更贴近莫斯科 第四个政治账是斯拉夫整体的整合 大斯拉夫民族的整体的整合 从北斯拉夫 东斯拉夫 西斯拉夫到南斯拉夫 大斯拉夫族的整合将彻底改变欧洲的面貌 以前整个的欧洲是瞧不起斯拉夫的 但是斯拉夫经历此战之后形成某种整合 将形成欧洲最重要的决定性力量 好 第五个大欧洲的政治整合和经济整合业已开始 政治整合 今天冬天可能是经济整合先开始 如果俄欧冲突结束 那么就是大欧洲的整体的政治整合和经济整合开始 这个整合具有明确的台美性质 就是昂萨美英将在这个大欧洲整合中出局 第六个 欧亚大陆的整体整合在亚苏 经济账算完 政治账算完 那么我们说说军事 这个军事账呢 它其实有两个层面 一个是经理层面或者精神层面 一个是物质层面 其实在精神层面 俄罗斯始终占据主动权 虽然全世界的以西方媒体的宣传 把泽连斯基捧成英雄 美国队长 把普京丑化成小丑 但是在俄罗斯 在整个的斯拉夫民族地区 他比以前任何时候威望都高 在心理层面 俄罗斯人或者整个斯拉夫族 心理层面焕然 在军事斗争里边的 实际的物质层面 由于前苏联留下的战争潜力足够 所以我们可以确认 即便是乌克兰获得了欧洲和美国的军援 在与俄国进行持久作战的时候 依然难以在技术装备方面 占据绝对的上风 比如说制空权 如果不能占据足够的优势 那么这场消耗战 赢家几乎没有悬念 好 最后 俄乌战争将带来全世界政治版图 经济版图的重组 政治版图的重组正在进行之中 我刚才讲了大欧洲国家大陆 经济的版图将因明年欧洲的大萧条 陷入全球经济危机之后 可能出现一个崭新的局面 我最近在写一篇文章 中国能够逆全球经济进行调整吗 我的结论是简单而明确的 就是中国可以逆周期 可以逆全球经济 就是他们萧条 我们不萧条 走向繁荣 超过5.5 甚至更高 我们具备这样的条件 我们只要解决资本积累率问题就行了 只要是不停佐利克的 我们就赢了 非要停佐利克的 那你就很难办了 好吧 如果中国能够走出 就像当年苏联完全没有受到1929年大萧条的影响 高速增长 甚至美国人英国人去苏联打工 如果我们能走出那样一波完全不同的行情 那么全球经济会加速进行结构性的调整 可能会出现一个所有人都意想不到的局面 好吧 今天就说这么多 真的很累 十一补缺 明天下午三点钟 有什么再说 辛苦一下子 成立资料的朋友 可能又是很难 难度很高的一件工作 好 我们明天见